新北幼儿园爆发了群聚感染事件 而且这个病毒有可能会是Delta也引发了全民关注 感染源究竟从何而来 从确诊者的CT值来看 由于不少的染疫幼童跟家长的CT值都是高于老师的 因此也让新北市卫生局推测 很有可能就是从家长或者是幼童这边把病毒带进了幼儿园 另外也发现了有一名确诊小朋友的家长 他日前才从埃及返回台湾 虽然在检疫期间都是阴性 但是专家认为也无法排除隐形个案的可能性 建议都要验抗体才能够尽可能的厘清全貌 新北幼儿园群聚到底是谁传给谁 由于幼儿园学生有的CT值来到二三十 还有家长CT值二十九 其实都比染疫的老师来得高 怀疑有可能是某位家长或小朋友接触到确诊者后 再把病毒带到幼儿园传给同学跟老师 持续最终发现还有一名确诊的幼童家长 日前才从埃及返台 但检疫期间都是阴性 到底有没有从境外带病毒回台的可能性 目前新北市卫生局要针对家长家厌血性抗体 厘清感染源 这个绝对不能排除 埃及进来的这一位他测的时候病毒量已经是变 已经是变低了 可是当时他带进来这个幼儿所的时候 那时候病毒量可能是最高 也就是说你有没有办法找到一个 比较早感染的人 他的病毒已经不在了 可是他抗体是在的 那如果这些家庭里面有一个这种人的话 那那个家庭可能就是这一波串念的源头 由于幼儿园案跟长荣基师案确诊时间点十分接近 让台北市长柯文哲跟新北市长侯友宜 双双认为两个案件可能有相关 主要关程中则是轻描淡写回应 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在北部 但还看不出有直接关联性 对比中央认为两案比较像是分开的独立事件 地方则是说不排除跟长荣基师群聚案有关 难道是地方政府想把责任推给中央吗 每一个地方在互相讲就把自己的地方 该做的事情把它做好 我想这是一件最重要 所有的疫情的控制那都是中央地方 要一起来合作才能够做好 韩话非常时期 中央地方都要一起合作 火速设下防火墙才能有效防堵疫情 就已经顺眼推破到